歡迎大家回到最後第四節的黑子的籃球 我這個節目是叫動漫戰隊不是叫黑子的籃球 第四節我們終於說得對名字了 沒想過第一節是沒有說名字 沒想過黑子的開到四節 對,那是猜不到的 剛才說過了,想為大家說一下那些角色 其實我覺得這套最大的優點 我竟然忘記說了,第四節 最大的優點是他寫的角色其實很大 你很容易記到角色 例如剛才提過就是他在每個角色的改名方面都落到心思 你很容易把角色一早組起來記住 而另外就是他每個角色都會找到那種性格 每個人都有一些不同的性格 你很容易掌握到 還有特別是幾個主角 其中一些世代加上黑子和火神 他們其實是每個人都很鮮明的 譬如赤斯是一個暴君 紫緣是一個很冷冷散散的人 經常識零食,什麼都不想做 而陸間就是很認真的,什麼都很認真的 進人事,他什麼都要進人事 黃賴是一個兼職的模特兒 所以他又有些輕挑 吊吊吊一點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不同的特點在這裡 角色很有靈魂 你不會覺得角色好像 好像跟之前出的那個差不多樣子 整堆炒賣一碟都是這樣 有些動畫賣一碟做得不好 就好像人也很多 但你好像分不到誰打誰 可能他的頭髮倒下一點 你就當我新角色 其實那個角色出來沒有做過什麼 你不記得他做過什麼 你那個角色好像不存在也沒有分別 以我們說來為例就投文字一點 他後期出來的那些對手其實是沒有特點的 你覺得那個人 變成他在無論描寫敵我雙方都寫得很好 譬如其實成林那幫人 好像他的隊長日向那樣 他平時是一個正常人 當他進入狀態的時候 他就會變得嘴巴變得很臭 變得很尖書刻薄 不斷罵他們 其實這點是挺有趣的 然後譬如他們的經理人李子 教練李子 那本身他有這個戰鬥能力數據 已經挺有趣 就是有一個特色 而且他又加了他一個料理的能力給他 他在烹飪上面 他經常說他煮食 他是什麼都不會切的 但是他很好笑 其實這些解釋是經常都不錯 譬如李子在煮東西 聽到他在切東西 他捧到那個火鍋出來 什麼都沒有切 全條魚 全隻蘿蔔插了在那裡 那又問他 你剛才在那裡切什麼 其實這些位置都挺有趣的 譬如他做這個蜂蜜葉檸檬 也是整隻檸檬放進去 然後火神叫黑芝食 是整隻汁給他拍的 這些位置是寫得挺有趣的 然後譬如 另外他水戶布 是他們裡面的一個大前鋒 他是一個很沉實的人 說他在必要的時候就可以 控制場面那些 其實一些配角他都是寫得挺出色的 那在其他隊 譬如剛才提過 粒蟲那些 因為他是一個中鋒 那他的球隊是支柱 這些你都會記得到的 那當然不得不提 就是在帝光的時候 已經一直是經理人的圖井 是因為大波 這個我很猜Sunny這個原因 這個最大波 Sunny其實這方面 跟青鋒一樣的 就像青鋒一樣 你一說會喜歡大波 你馬上想到青鋒 又想到青鋒 拿著一本寫真鞋走去 那些東西 其實也很鮮明 在國西那時候才這樣說 是啊 還有因為其實 陶井他是很喜歡黑子的 他是真正喜歡黑子 他跟黑子墮入了戀愛 他自己說 他是單戀黑子的 而黑子擺明是想青鋒 就是擺明是PL 所以他們這些關係 也是讓粉絲 增增落到很多下想的空間 總之在粉絲看過 在粉絲看過 在角色描寫上 我覺得他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你問 我覺得 藤卷可能要再想一想 在畫功上面 我略嫌他的畫功是比較有嫩 他有時候人是有若干酒樣的 這個情況都有的 但是如果你說到純粹是他第一篇的 長篇漫畫 那就會覺得 一點情有可原 可能還未練到 是的 畫功當然是可以浸出來 但是那樣東西 反而你問我 我覺得他越畫越差 其實你對比第一期出場的理智 跟最後出場的理智 你覺得其實第一期的理智 反而是順眼一點的 對 當然如果你看了三十期漫畫 你始終都覺得最後看下去 整個感覺也不會有太大違和感 至少不會有一兩期 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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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那種感覺 他畫功是比福堅的 好過交畫功 交草都去福堅 其實福堅畫功是很好 福堅認真的的時候很好 那一句很認真的時候 認真的時候畫得很OK 有時候我頗喜歡這套漫畫 講起草稿 有時候葉是單寬本 一畫一畫中間會有一頁可能是假疑 那一頁就經常會畫草稿 但草稿就叫做黑字的籃球NG片段 他拿回自己剛剛那兩話所說的東西 拿去做惡搞 例如火神很有型 初初要叫那個人站在整層樓最頂的天台 就要對著下面宣佈 很大聲喊自己的目標出來 火神很帥 立刻站在籃子上 我心想你不想向前傾斜已經死了 火神立刻站上很帥 叫他打敗奇蹟之世代 其實很帥 然後看完結果後面他就做了NG片段 火神就不少試一試 總之他跨下直撞那個欄杆 男人最痛 其實葉葉素很多時候會有什麼東西玩 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是不是轉行搞笑漫畫會比較成功 其實看完他可以向這方面發展一下 其實我剛才那兩三節都不斷說赤絲也是一個幾集的角色 其實藤卷應該是有同感的 因為其實在那些NG他都經常吹赤絲 赤絲做的那些東西 譬如他射了個球過去 然後就轉向那些人說話那一刻 如果球不進的話就很疼的 然後就經常說那個球是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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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夠進去 然後赤絲才轉向那些東西 其實藤卷也是留意到這一點的 但最後他寫出來 因為你始終覺得這個角色有點疲倦 即是他自己的小騎虎難下 所以就說藤卷是放不下自尊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他放下自尊可能是好事 但他放下自尊他自己毀滅了作品 而且他放下自尊你沒得救 而且這套東西會成為另類的經典 我覺得藤卷不畫這套他再畫另一套漫畫 他還可以繼續玩下去 許飛他不行了 你一看到他就覺得他想搞笑 許飛那一套就算我當他下一套是說格鬥漫畫 他已經招除時間的人說什麼 你打網球打過那個人產生觀眾席 好像不敢網球那樣厲害 你現在打過他只是擲垃圾桶不太行 所以如果你說要對作品評價的話 我覺得如果以運動漫畫來說 克志的藍卓是好看過網球王子的 運動漫畫來說 如果純粹以漫畫的觀賞性來說 我覺得網球王子的歡樂度是高一點 歡樂度 因為他放下自尊之後 你跟著他一起放下 對他是一個網球漫畫的成見的話 其實就沒什麼了 你不當他運動漫畫看是挺好看的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是剛才你說的普攻漫畫 還沒計算 但如果純粹說格鬥漫畫 你覺得哪個格鬥比較好看呢 那都是網球王子 因為其實克志他又不是真的很格鬥 他真的放不下自尊 保持著也是打籃球 對 就是牠是欠網王少一些 又搓球出來變超西 對 他真的欠了這些位置 但作者來說其實是好事 這樣一套運動漫畫 犯返運動其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我們不要說到好像缺點 但其實那個作者我記得剛才我提過一下 他被人恐嚇過 是呀是呀 他收到藥光似的恐嚇 其實有些我不知道那些叫青花卿 還是春野那些液體 不明液體 然後又試過收到一些恐嚇信 又有試過給他在黑子的食碗那裏 被人放了農藥下去的話 是發生過幾次這些 甚至乎令到有些店舖是把他們的貨品全部下架 在某些同仁的展場裏面 直接不讓他出展 不讓任何有關黑子的題材 但那件事之後解不解決到 說抓了那個人 抓了那個人 但是其實是不是他你都不可能知道的 是的 那有人推 那些叫做都市傳說或者什麼也好 就說其實他是一個藤卷中進的小學同學來的 就因為他們都是想成為漫畫家 但是就 他其實那個信的內容是叫藤卷不要再畫這些這樣的漫畫 是的 就是叫他不要畫 我記得有些內容叫他不要再畫 不斷模仿抄襲 有人說他是抄襲有人說直接是他不要這樣畫那些漫畫 就是那個內容其實大家都是猜猜猜猜 因為警方不會公佈給你聽的 應該是正常 那你不知道其實 因為日本沒有四點鐘許Sir 那四點鐘許Sir講的那些都是假的 是嗎 可能應該叫他講一些很好聽的東西出來 我抽一下水而已不好意思 沒關係 這些傢伙是要抽的 赤屎我也抽吧何況許Sir 我用給誰許Sir 其實許Sir赤還是赤屍赤一點 那一定是許Sir赤一點 我覺得是 其實他說他模仿 他實際模仿過什麼漫畫 或者模仿過什麼作品 我看的時候其實我也看到若干的影子 小偏面當然是網購王子 至少鬆那樣東西 當然鬆其實都不是他們特有的 發揚光大 我會很容易在那個位置看到他的影子 另外其實穆吉他第一次出場 他的腳都傷了 所以一年級的時候他們輸了 二年級出來的那個休人一年 出來打的時候他的腳仍然是在傷的 就好像我們在網球王子所講的 漫畫的角色傷了是永遠都很不回來 好像手重 手中、林元三、三燦唇那些 三燦唇心臟沒有辦法 三燦唇心臟沒有辦法 他不斷說他是康復的 但是每次又說不可以跑太久的 你也不知道他想怎樣 他一直腳都很不回來 然後說他要下場休息的時候 就說成林、日向他們說怎麼會支持這類球 然後穆吉是無端什麼都聽不到 然後就自己在那裡哭 其實這一幕在林月多日津最後的一場 赤木也是曾經出現過這些事情 他覺得留在這對球上真的太好了 那一幕其實是向日津致敬 你說是不是模仿 我又覺得不算 因為他去到太明顯了 給我那種感覺是致敬多於模仿 我會有這個 我最看到的是這兩個位置 你說其他是不是很見到 又不是很覺得 那你說他其實又不是 如果說到他好像靠模仿去抄襲 那他完成這個作品又很不公平 你看看黑子消失這件事 你看很多人動漫 那些體育漫畫好像會有這樣的東西出現 或者你每個角色都有能力 你就肯定說他去抄襲做 其實你角色有能力很正路的事 但是他的能力又不是替身 這樣也OK一點 你真的如果無緣無故變成10對10 每個人都放替身出來打 那就是糟糕了 那這些又不要搞 他又沒有人寫這個奧拉奧拉球 其實楊鵝沒有放下過尊嚴 去妃可以放下打單打 變兩個人跟你打 打雙打 不是一個人打雙打 應該是雙打有兩個看電影 或者一個人無緣無故分了兩個身出來打單打 不是啊 分身了 兩個人打和你打單打 就是兩個人為何 飛上觀眾直的那些 他每一篇都有寫過去飛 其實單打和雙打都是不適合人數 其實挺好啊 貫徹始終 黑子那個怎樣都永遠都是五打五 其實挺好的 然後有人說 其實永遠五打五其實是球例規定 有什麼好 其實說起來 其實他這套東西 沒有好像網球王子那樣 經常拿些球例出來 在那裡踩界 他最踩球例界那次 其實是若驗射球 因為其實一個球員他跳起來之後 在他落地之前他碰球幾多次 其實都沒有關係 所以他拋高個球 然後再接再射是可行的 有這一點 除了這一點之後 他不是會經常說 球例什麼什麼 球例什麼什麼 他這一種可接受 或者未至於覺得你很無恥 那件事 美國是少少踩界 因為去飛那隻 正是說沒有說過不准拿兩支拍 那你拿一把刀進去也行 沒有說過不准放黑洞 沒有說過不准放黑洞 沒有說過不可以過人家那邊半場打球 就是這樣玩 那你都說完 我覺得對面半場應該有 反而應該有 很難說 總有人說 旁邊不算什麼去飛那些 很難說 另外我不記得說了一件事 就是 我剛才提過他有一段 是帝光的回憶來的 在林打赤斯那一場 其實這段回憶 我是略嫌他太集中在那個位置 太集中在那個位置 意思是嗎 不明白 他無端有二十話左右的情況 是說了他整個回憶 就是有個回憶篇 由於大家看漫畫這麼久都知道回憶 片通常都是很討厭的 就是你看到就不想看 那兩本你想不想買 但是其實他不斷 由於他不斷是每一次比賽 都會遇到一些奇蹟的世代 那五個人 我覺得其實你可能用一個 比較高的手法 就好像電影的那些 不是無緣無故的 不是無緣無故的 是不斷滲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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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滲出來滲出來 讓讀者自己去組織 那如果他寫到這一段戲出來 他有這個心思去做的話 我對這個套作品的評價 可能會再稍為向上提高一點 就是一些東西可以說 是一早想好了 又慢慢逐塊逐塊擺出來 就不會好像無故 最後一塊爆出來的感覺 我就會覺得 不是之前還沒想完 但是現在要一套擺出來的感覺 我反而會這樣看 因為藤卷給我那種感覺 就是他已經想好了 而他也計劃好了 在這個位置一次過爆出來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 既然你想好了 你就把它散開到 到處擺 到處擺 那你會比較深刻 就是你看一下 可能看過火神那段 又多一點點說 就是再講多一點 不是說火神 因為講過清風 又再放過回憶出來 你打之前又想到 打之後又想到 那你保持著好像是兩個時空交錯的感覺 會深刻一點 對 做到兩個時空交錯的感覺 當然你說他這樣 會不會令讀者看得很散 這個其實是看作者的分鏡 那個功力 或者畫功 用式那方面都可以有幫助 對 譬如你深色就是回憶 正常色就是現在的時空 可能反黑了就會是以前的時空 這類東西 但是也很看作者的功力 變成我不知道 騰卷是不是沒有挑戰 這件事 但是他寫到這個位置 我會開心一點 或者可能他這一套 用一個簡單些少的方法 表達了先 可能他之後的作品 看看會不會可以用到這個方法出來 還有 騰卷給我那件事 其實他比許飛好那件事 去飛就是你看到他經常去到哪個位置 他就想一些新招 就是逐個逐個stage去想一些招 還有怎樣破了他 騰卷給我那種感覺 他是想好全部東西 然後怎樣在這些位置放下去 譬如這個有道術 和這個泛藍式有道術 還有黑子怎樣用有道術 去融入他的盆球 和他的射球裡面這些 你會看到他其實應該是一早想好 才做到這些 還有他每次破解 其實你想到那招之後 你一定要破到那招 要不然你那招就完全無敵 就不用玩下去 所以他是做到屍屍入扣的 而網王那些純粹是我用我的招絕招 去轟回你的招絕招 兜打力 不是說在那個招式上想些少虛位 或些少缺點 等有一個位置可以被人刀破你的招 因為他其實想好別人怎樣刀破你 都是一個方法 或者一個可以欣賞的地方 就不是網王那些 其實太格鬥慢 純粹我出石破天驚拳 我出石破天驚拳 那你不就出那招再厲害 那些黑暗掌和我對 其實大家互關 純粹鬥數值 所以黑子也有這些可取的地方 當然你說 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他也是一套水準以下的賣畫 但是我在這套作品裡面 我看到藤卷作為一個原作者的優點在裡面 如果他可以把這些優點放大 而可能把這些誇張的部分 再稍為縮減 其實他整體是他的前途 我覺得是OK的 我對他有期待 始終剛才那樣說 就是長篇的暫時也是這一套 是啊 還有他說十月有新的奇跡 其實我在兩個位置看 如果他延續黑子的籃球的話 我會比較希望他寫到 黑子和火神是三年級 然後再帶隊 對 說他們去帶隊 就不要寫他們二年級 怎樣去做這個二年霸 反而有點悶 你說其實寫這個職業賽 國際賽 或者好像那些日本隊那些 我覺得這套他的死穴 是他寫不到日本隊 他一定寫不到日本隊 我自己想 如果寫日本隊 一定是抽策的奇蹟之世代 那幾個放在一起 其實對面真的不用打 是啊 為什麼其他運動漫畫 可以寫到日本隊 這隊不行呢 就是以足球小將計 你每一隊 都一定會有前鋒 有中衛 有後衛 那你只是在這裡抽 一些強一點的人砌出來 就是你好像中場有戴智衛 有松山 有三燦淳 有泰萊 所以最後三燦淳 都要退了過去打後衛 那在日本隊的時候 他會這樣退了下去 就是被迫 因為你中場太多人 那你前鋒也有 有什麼新田 小智強 那些一堆人 那你選誰出來 而奇蹟之世代 是五個人 就是籃球的五個位 你是不能加進去 沒有一個變化 而其實火神 只是在那一場球 贏到他們 因為火神最後 他跟清風打街場 無端打三球 他是被秒殺的 所以你是沒有必要 放火神和黑子 他們進去 就是給他們回復體力 最多都是 那是稀一稀時間 就是他就會變成 配角 變成了無面之五人 就會變成新人 還有你日本隊 只會把無面之五象放進去 加上火神和黑子 十二個 隨便把三件垃圾放進去 那基本上已經是 最完美的 陣式爺硬了 還有我會擔心 假設他寫日本隊編 他應該想不到 那麼多超必殺技 是 是 因為他現在 我也欣賞他 想到那麼多超必 當然中間 我有我恥笑過的地方 但其實他現在出來 花了很多心思去想 但當你要做全球編 你說你美國那邊 你又要想過另外那五 可能三四招出來 你怎麼想呢 所以是難的 我覺得他日本隊的機會不大 反而如果他真的寫黑子的話 就唯有寫三連級 我覺得 如果寫三連級 你其實空白了一年 那你中間有時候 有多些復筆 又可以再放進去 空白那一年裡面 那其實可以說的東西 會多很多 會好一點 但我比較想他 就直接放棄這套東西 就真的重新出發 開另一套作品 伸著 不要伸著黑子的藍球 不要伸著 我反而 就剛才阿謙這樣說 有些少許期待 如果阿藤卷真的寫搞笑作向的作品 又不一定要完全是搞笑的 可能是其他 就是搞笑的比重 一個主題 可能運動也好 可能音樂也好 但是他的搞笑比重擺高一點 我應該會 可觀應該幾好 因為見他的NG位 做笑位其實都不差 其實不錯 我反而期待他藤卷是可以寫後宮 都OK 我反而期待他寫後宮 因為他的女兒其實是畫得不差 雖然我說他的畫功不算太好 雖然只有兩條女兒 三條 你算是Alex 即是他的老師 火神馬 冰室老師 三條女兒 其實還有一個 不知道哪一隊波的教練 都是女人 沒有印象 啊 紫緣那邊好像是吧 好像是紫緣那邊 那個教練也是女人來的 不過就被李展叫他做老太婆 但是其實那些女兒都不差 而且他後宮漫畫 除了賣肉之後 很重要的是笑點 如果你在運動漫畫 你必須要有熱血 又有什麼 其實當中 你可以當是一個 一個break的位置 但是可能你集中在笑點裡 可能整體的完成度 那種感覺又會更加高 嗯 嗯 希望會這樣 但剛才說 我是off mic自己也談過 是 我們就說 數回一些籃球的漫畫出來 我們數完這一套 再數回灌籃少年 然後數來數去 大家說來說去 好像又真的沒有一套 又是說打籃球 又超越到slam dunk 其實這件事 會不會又真的往後 總之一 逢出打籃球的漫畫 就很難可以再創這個高峰的時候 會不會 首先我自己說 你們兩個稍後再補充 我在超越方面 我會分了兩個方向的超越 第一個是地位上的超越 第一個是他真的好看程度的超越 在地位上的超越 我覺得就不可能 正等於剛才開麥克風 一開始的時候說過 龍珠仍然是第一位 其實你問我 就算你的排名 就算得出來是one piece最高 也好 在我的內心中 我都接受不到一套漫畫 是超越了龍珠的 就是像另外一個網台這樣說 星矢論 有十二條契第已經建立了十二公 沒有人可以再上去 就算你怎麼打Hanchard勝鬥 什麼海鬥士 那些沒得搞 打Hanchard冥鬥士也是沒有人 你都仍然是青銅 所以對我來說 譬如以格鬥漫畫 或者超級系的漫畫 龍珠是站在最高點的 對我來說 以藍球漫畫 日津是站在最高點的 而如果以地位來說 足球漫畫很明顯 足球小象是在最高點的 但是你問很多人 他覺得哪裡最好看 他可能回答你是岳門的足球場 可能回答你是足球風畫 可能回答你是球場幻想曲 但是以地位來說 足球小象仍然是最高的 可能回答市面上的人 也有的 所以你說在地位上要過日津 我就覺得 是沒什麼可能的事情 而你說如果真的 可不可以寫到另一個這樣的劇情 我就覺得是個時代的問題 克子他很明顯放了很多Sherry的計算 所以我們剛才所謂的官配 其實你在日津上面 唯一看到的官配就是 就是樓川和鷹木 其實 這個真的好像這樣說 是時代問題 這個年代 好像特地要 總之多男角色的 要 滲一點點BL元素 就算不是說他們兩個 真是藍斜斜斜 這麼恐怖 如果這樣沒有男朋友看 有些感覺 但感覺有些時候 可以讓婦女們上光上線 當然其實對於婦女來說 你一塊插紙膠 他們都可以付給你看 就是萬物皆付 又回到的事情 但總是有一些時候 是令他們更加容易付 甚至他們會覺得 作者潛台詞想寫這件事 沒錯 證對於來說 他覺得作者就是想寫黑子 《火神經》 《青鋒》 這件事 我怎麼看都看不到出來 這件事真是阿虛你想到 我都不明白你怎麼看到這件事 這是在我另一個網台聽回來的 人們說其實王賴就好像一隻狗一樣 他是一隻中犬 無論什麼時候都走到黑子 所以黑子就每次都踢開他 他說黑子我最喜歡就是你 但我最討厭的就是你 即是公共受的這些 是的 但我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我不太明白他們那種說法是怎樣的 邏輯代入不了就算了 也不要嘗試代入 而且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少年針》近年 近這十年 他是比我們小時候看的《少年針》 是更加有連向的 譬如現在比較熱一點的《暗殺教室》 《美食獵人》 或者是黑子頂籃球 你都看到其實他是很多很有靈向 可能是初中至少學生才會喜歡的一些超必 其實你譬如《暗殺教室》 他那些很誇張的設定 怎樣飛到幾馬克 怎樣殺他不死 怎樣再殺那些能力 其實你守候一個高中生 或者我們這個年紀 其實你是覺得完全不好看的 其實他現在這個年代 應該很難一點會再做 好像一套北斗之權的東西出來 你看到整套《少年針》裡面已經是很少這類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在大風氣大環境下 就很難再出現另一套《南亦都入津之類》的漫畫 當然在《少年針》上限死了 而在另一些漫畫上其實能不能做到 我始終真的想像不到 因為好像你最出名的《灌籃少年》那樣 你其實寫到現在他在打最後那一場比賽 但你都覺得一般般 他始終都寫不回入津瓶的那種節奏和感覺出來 而且有一些事情好像以前人家做過 就算你想做一件感覺的東西出來 即是會有一個比較 你自己做作者的人 可能都會怯一怯 我會不會不小心抄了別人 或者會不會這樣做出來 例如三井跪在那裡說 教練我很想打籃球的那一幕 你可能做一些 你不要先笑著 我們想錯了什麼 不要扶他那些 不要這樣 冷靜一點 如果你可能做籃球漫畫的作者 你可能想寫一幕類似 一個人擺下籃球那一年 很後悔沒有去浪費了幾年時間的人生 你可能想描寫這樣的角色出來 已經可能會想 我是不是不小心寫了三井壽出來 這個可能對作者會有一點點的限制 或者綁手綁腳 有時候我覺得 是難的 所以我覺得要在地位上超越一套漫畫 本身已經是一件極難的事 在內容上 由於你會受到剛才大王所說的這個限制 所以是更難的 我有些橋段 其實是好用的橋段 但是如果前人用了 你不是很敢用的 或者兩者始終會有比較 所以他只能夠 蓋探自己出生得太遲 如果他出生早過井上洪然 可能黑智洪一點 或者這樣說 雖然他跟漫畫遲過許飛出 但是如果他肯放下尊嚴 或者可以在某方面超越許飛 這個也是 你肯放下尊嚴的話 要超越許飛 應該也不是沒可能的事 那最後那個應該要是劉光華級數 應該要是 但是其實這樣說 入樽這件事 即是說起入樽 我就不期限 要說一件事 就是 如果各位聽序有聽到 我們節目都知道 我最喜歡那一套是一樓八書 但是其實你問我入樽的地位 我覺得他對我來說是高到怎樣呢 就是 如果我人生只能夠看一套漫畫 我就會選難多一樓 你問我最喜歡的那一樓是一樓八書 但是你問我最好看的那一樓 我可不可以說 你暫時覺得 你一輩子看過 你覺得最好看的一個漫畫 就算是你主觀情感 你很喜歡他 你喜不喜歡這件事 還是你很客觀地去分析這件事的佈局 人物 故事走向 即是全部東西overall 最高分是這個漫畫 如果是要 這個一定是主觀的 如果你說人生只能夠看一套 我都選它一定是主觀的 但如果你說很客觀來說 我覺得你看了它 一定不是後悔的一套漫畫 黑子可能看了之後 我這幾個小時在做什麼懶惰 這也是 再問一下 假設你現在只能保持一套漫畫的家 你會保持優遊 還是保持Slamdown 因為Slamdown是每年都會看一次的 這把書就入於記了一個腦 如果以為你保持網球王子一 或是網球王子一 你會選哪一套 我選網球王子一 那你快去猛網王吧 是新網王 軒和大王 你們有看動畫版 你們怎樣比較動畫和漫畫版 其實我回頭是先看動畫版的 看了動畫版 被人動了 不是被人動了 純粹是回到家 剛剛開J2 做簡 我看了一會 我看了一會 我覺得挺緊湊的 我看了他們打指援的位置 那些劇情不是 雖然說現在還沒有劇情位 說他們打球 都OK 挺緊張 他的效果是做得不錯的 好像消失 昨天搶了球 去灌籃 他加上音效 或者動畫效果 他的畫功 其實你覺得整個程度很緊張 很緊湊 還有畫得有點像打鬥漫的 那些劇情是 可能講一個角色 站在那裡講 冰室和火神兩個 就站在那裡 那個劇情分成兩個 好像對立著 然後就說 一定要打敗你 那些劇情是很酷的 但是我看回環畫 他會覺得好像節奏 放慢了 就有悶的感覺 是 節奏是差很遠的 我兩邊都有看 那些劇情是你要講的 那些貓友看的 那我就覺得動畫那邊 其實那裏修改都挺大的 修改是哪裏 因為我還沒看完 節奏那裏 和劇情那些鋪排的感覺 出來的表現 我是覺得動畫那裏 是做得好 原作很多 原作那裏 我悶到是什麽級呢 那時候我是打最後那一場 就是赤絲那一場 應該都算是 學生 理論上是最緊張 最緊湊 即是劇情最緊湊 或者是什麽的地步 我是可以攤了三四個禮拜 我是沒有看的 而這三四個禮拜 我有看飄零 原來軒哥最喜歡我的圖是飄零 那不要緊 有看而已 那我家裏十幾本飄零 又送給你 好嗎 有看不代表喜歡的 天家是不是遇過一次 怎會開飄零 哈哈哈哈 不要急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不要這樣 而動畫那裏 我都看了第一季 第二季我沒有這樣的心力去看 但是第一季給我的印象 其實他出來的感覺是不錯的 即是他每集完的那個位置 有時候剛剛就會切正最緊張最緊湊的那個位置來圓 而他那一刻會做到很 即是因為動畫一種是做到最後一個鏡頭 是很震撼的 等於最後一集 他這一點我覺得就做得比漫畫版斷的那個位置 還有他那些動畫那裏他做的動作 其實都算是很流暢 畫功靈的成程 是呀出到來的感覺是 即是比努羅我覺得是好看的 我聽過覺得他音樂的歌都選得不錯 即是OK的 音樂的音效都做得不錯 即是配合都不差 因為因為少少reference 其實我看動畫OK的那半個小時 我是看得很緊張的 但我昨天晚上再出來看 我看一看真的不小心哭一聲就睡著了 真的在地上睡了一整個小時 所以如果 為了溫暑我也睡了很多睡覺 即是晚上 催眠用多好 他晚上真的看一看一看 慢慢看一看不小心 哭一聲就睡著了 那一隻很嚴重 所以如果是沒看過的觀眾 我建議你們看動畫版 不要理會動漫畫 但動畫是不是有第三季 有出了三季 有出了嗎 有第三季 還說要出來出了嗎 我記得好像還沒完 即是就算第三季都還沒完赤絲那裡 還沒完 因為第一季應該打到第一次打青鋒而已 輸了之後就玩了 第一季好像是不是王賴和青鋒打 第一季我記得好像是 王賴和青鋒 他們輸了那一場 第一次打青鋒輸了 不是那一場 因為你們在看那個 因為你打之後應該已經是第二季 所以第三季會不會下去贏到赤絲 我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不打算看了 不是你看完他 都不打算看很明 我覺得各位聽眾就是 你一旦是看漫畫 一旦是看動畫 如果你是想嘗試感受一下作品 我們會高度驅介 即是嘗試的作品會有什麼差距 即是你除了想嘗試差距 否則我們高度驅介 你是看動畫版 可以不管那個漫畫 雖然說好像很差 可能其實這個就是我剛才說過 藤卷的畫工的問題 因為你看井上去畫籃球 你可以看到一些動作 很有動感 很有氣勢 迫力 藤卷可能這方面就輸蝕一點 希望他有在歷練 只要說 我覺得這個作者有得期待 是 軒找到了 剛剛就 2015年就會有第三季的黑子的籃球做 但是第二季 說到哪裡呢 真的就不知道了 可能就是 說到這個赤獅 不是赤獅 青鋒對王賴 是 可能只剩下兩三場球 不要緊 最後想說一個不關黑子的消息 其實鼎鼎大名的作品就胡忍完了 剛剛七八說完了 對動漫界來說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也有一群粉絲 他們都說 有些感動 追了這麼多年好像已經習慣了 習慣了一個星期一夜來罵一下也好 真的去看也好 但是突然間完了好像有一些失落感 看到那個人都說 還有當胡忍完了之後 吵吵吵完了之後 我發覺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飄零又快結束了 那我就可以很肯定 One Piece在未來的五年都不會完 不可以讓他完 除了他本身有太多伏線 他真的有故事的內容都可以走得那麼遠 而問題是笑完針也不會讓他完 因為新的班節不努力 我記得你也說過三本柱的原理 是 最舊的三本柱也不用說了 龍珠也有入津 有這三部一定是三本柱 大家再數下去就已經好像感覺到一代比一代弱 因為其實這樣說 我們那次就講起少年針三本柱 在八十年代的三本柱我稱之為 龍珠也有八書和入俊 其實不完全正確 因為他們連載的時間應該是九十年代 但是八十年代就是因為我們看的人 是八十年代會看的 八十年代出生的那班人去看 九十年代的三本柱很明顯就是 胡隱飄零和One Piece的 當然剛才所說不完全正確 就是因為他們的連載時期可能會有重疊 而我覺得二千年代的三本柱 現在暫時給我來看 我會覺得是黑子的籃球 美聖獵人 和剛才提過是暗殺教室 這幾套都是沒有起得比較快 特別暗殺教室第六期 它的初版印刷量是一百萬本 其實黑子是去到第24期才印到一百萬本 但其實黑子在日本的時候 我應該一年多兩年前都去日本 那時候其實乘了JR火車 看見他在火車上買行廣告 說黑子出單門了 說海嘗再鬥成林 日本看見都宣傳得很行 所以黑子也很紅 但黑子已經完了 暗殺教室由於前設系的故事是一年 我相信他也不會走得很遠 美食烈人其實還有一段時間去玩 所以二千年三本署已經沒有一隻腳 另外第二隻腳也危危附 美食烈人也可以玩下去 所以九十年代三本署 飄零又快完 又得分One Piece這隻腳 所以我覺得無論美食烈人還是One Piece 在未來的五年都很難說會被他這麼快完 就算他想完也不會讓你完 除非你會有新作品可以冒起到 但是以近年的邵完聰來講 我覺得邵完聰真的是越來越弱 實在可觀性越來越低 除了剩下用來恥笑之外 我也不知道可以看什麼 當然你說黑子完了 其實邵完聰還有另一套近年都很流行的排球 那套其實都是運動型 他也有機會娶到黑子 而且他也比較走真實系不超級系 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不如希望有時候不知道 好像小時候都看過Drum系 又不想說Drum系 好像慢慢沒落 是很有情意結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可能Drum系那一集 大家都數到很多去裡面慣例的東西 就是飽滿幫我數了 但是總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情意結就總是喜歡Drum系多一點 還有你想一下以前龍珠那個年代 那些二線作品 那些是龍珠劍心那些 那些是遊戲好看的 是二線作品 那你再數早一點 就是大王很喜歡的星刺 我們也很喜歡的北斗 當然那時候還未確立三本處 這個地位 但是好像隨手撿套出來 好像一聲 從當年看到現在的年輕人都還在看 所以Drum真的 或者漫畫界 我也覺得有多少危機存在 我們今集差不多 好 下集再見 大家見面